完全娛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文慧如 歡迎來到 完全娛樂的頻道 這裡提供你最新的娛樂消息 讓你們可以隨時觀看 所以別忘了要訂閱 完全娛樂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祝我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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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 我們先拍照 感覺好像是這裡生日 動力火車年後開工 只有選在秋星生日這天 不過我們壽星大大 卻有點小委屈 你們講到這個 我就有點生氣 我上次有跟那個 我們的經紀人說 2月15號千萬有留給我 因為我現在是 一定不能排通告 結果昨天我收到簡訊說 我們發通告了 明天怎麼樣 開工大集什麼 我說怎麼有通告呢 不是說講好我生日的時候 要放假嗎 這個沒有 慶生已經在 智琳在前幾天已經幫我慶生了 那他們一家人都幫我慶生 然後昨天晚上跟老婆 也吃了這個親人餐這樣子 所以其實也沒有特別想要 在今天有特別的安排 只是想說是生日嘛 可以休息一下這樣子 看來動力火車跟你各位一樣 都還在熟行的路上 不過在這方面 倒是委屈得很不錯 還行 還行 他現在身材是不得了 那你呢 我來抱一下 因為他的身材真的是不得了 對不對 我來抱一下 真的 有不一樣 準備要脫了嗎 在那一場的時候 脫 所以脫口罩就好了 不是 我是沒有腹肌 過年前我稍微有比較 突然體重有上升 我上一次從63 一直到67、68 對 現在應該 現在應該沒有到 現在應該沒有到65公斤 我覺得 如果高雄場跟台北場一樣秒殺的話 你有準備什麼公約嗎 或是有什麼感見公約 就看自己的誠意囉 誠意喔 我上半身 我上半身怕就是 怕太結實了 這樣太 他會不太習慣 你看 沒有啦開玩笑 我有變胖耶 我大概胖了三公斤耶 回來還是要收信一下 要運動一下 所以這裡 胖胃身沒有多少 這樣來得及嗎 那 應該 對我來說應該來得及啦 真的胖的時候 這個會稍微會喘 走樓梯的時候 各方面會感覺好像喘 會喘一點 怎麼這麼喘 對啊 因為這裡其實並不胖 就是我的意思說 走樓梯是走那種 石城樓的樓梯 不是 你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走石城樓 所以你要聽我講完 不是走 可是你要去哪裡走石城樓 沒事的時候就運動一下 不但即將迎接台北演唱會 也同步宣布高雄唱起售好消息 動力火車已經蓄勢待發 準備用最好的狀態迎接大家 完全熱圈圈指甲鋒採訪報導